雍正见自己不下注 都不敢动 便笑了 还后这几日 硬体烧安 朕心里高兴 今儿去请安 老佛爷遗址 一年里头 一个元旦 一个正月十五 一个八月十五 再就是端午 是要紧节日 忙着许久 叫办差的人松办一下 把做肉分给侍卫们先 大家尽情用吧 说吧 端酒抿了一口 又加了一口菜 众人这才敢举住用餐 雍正这才招手 叫过李德全 叫三个阿嘎 给大家轮捉劝酒 你去御药房 看有仙英格 给王师傅送些去 方先生要是已经回畅春园 照这里的样子 送过一个席面赏他 咱 回主子话 仙英格是有 只是现在还不熟 可使得 不熟的不能用 旧的力大 性太熟 留心着量也可用 养心殿还收着些木瓜糕 最能止泻 也送下去 李德全忙连连答应着去了 雍正自作了首席 与众人说笑 只偶尔加一口素菜 却不饮酒 红石 红利 红咒 三个阿嘎 也是凌晨五谷 就进来了 在玉姓公 做完功课 读了雍正指定的四书章节 又转过来 伺候雍正 此时已进五十了 三个金枝玉叶 早饿得前心贴后心 天生雍正 不让入习 叫他们轮桌霸展 看着满桌真羞佳肴 却一口也不敢吃 一句怨言 也不敢有 红利和红咒 倒还没什么 红石 便一脸的不快 好容易 劝完这十四五桌 见汉林们 承送评选书画的饼条 承送上去 试个空 红石 一个眼封 三个人 便退出了广升楼 却见几十个侍卫 都在吃做肉 从天穷殿 抬来的大条盘上 堕满煮熟的做肉 热气腾腾 散发着浓烈的肉腔 红石便道 四弟五弟 你们饿不啊 红利说道 我不饿 这是做肉 就是饿 没有旨意 我也不敢吃 咒弟 你素来嬴弱 真饿得受不了 玉庆功我书案上 还有两块点心 叫人拿来 给你冲冲鸡 红咒 才十一岁 肚里饿得咕咕叫 但做肉 是祭祖用的 没有旨意 谁也不敢吃 他眨巴眨巴小眼睛 锅得咽了一口唾液 我也不饿 红石冷笑道 这肉 有什么贵重处啊 侍卫们都吃了 偏我们就动不得 说着 便上前用刀 切下三块 用盘子乘起 推给红利 红肉各一盘 自己用力挑了一块 正要往嘴边送 行年匆匆赶出来传旨 宝贝勒 万岁爷叫进去呢 是丹教四弟 还是我们都去 万岁丹教红利 没听说叫二位爷 你不知道叫他什么事吗 回三爷话 万岁赐宝贝勒做肉 红石的脸色历时变得异常难看 连刀子带肉 光的一下 扔进了盘子里 似笑不笑的 对红利说 四弟 看来你福分大 我们兄弟 都要沾你的光了 红利明知哥哥是揶揄 只向红石微微一躬 便茫茫跟着行年 进了广生楼 广生楼中 凭字凭话已经揭晓 雍正的两幅字 和那幅中魁图 被另外挑出来 用屏风张画的玉座之后 煞事显眼 两幅字自然是玉笔 那幅画却是曹文志的手笔 由刘墨林提师 密密麻麻 站满了右上角的空地 红利一边行礼 起来恭紧的 瞻仰了一下两幅字 退了两步 垂手势力 雍正看着自己的儿子 真个是目如点漆 面如关玉 剃得雀青的头 后边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 直吹腰间 一身半旧的团龙褂 将洗得干干净净 运得平平整整 比起红石的故作简朴 红皱的不修蝙蝠 另有一番自然风流态度 你这番辛苦不小啊 雍正说着 沉吟了一下 向众人说道 你们都知道了 山东总督陈吉 巡抚郑庆园 不正使金允公 三名大员 一同隔职查超 就是四二个宝贝了 带着使一只 亲赴灾区 微服化妆成灾民 吃舍饭 野菜 一连查了几个月 查出这群茉莉 侵吞阵梁的实情 自四月之后 山东没有饿死一名灾民 众人不禁愣了 都把目光 投向从容自若的红利 山东总督巡抚 不正使三大县 同时解之罢官 索达进京 是昨日才见的底报 谁都不知 是犯了什么罪 这么长时间 不见四二个 原来竟是化妆成叫花子 前去私访了 雍正从容的说道 国家保公奖能有制度 虽天子也应本宫授受 趁今日诸陈公都在 朕下旨 弘历 卓进宝亲王 家寿十二颗冬珠 李卫发奸斋隐 以识奏文山东震灾情游 有两江任机 都催亏空捕食 卓有识效 卓进两江总督失缺 田文静催办亏空 都运大营军粮有功 卓捕河南巡抚 原任两江总督 河南巡抚 进京述职 另行伪差 恒臣 宴席散后 你就拟止 竟不用庭计 明发天下 张庭裕 忙在旁 攻身答应 奴才 遵旨 红利便忙伏地 叩头谢恩 儿臣何德何能 蒙成父皇 书恩 你当得起 你做事 沉得下去 物实 不是虚化 这就难得 山西诺敏 不也曾派人去过吗 差点 框了朕去 来 赐宝亲王 红利 一块做肉 下面众官 见红利 乍然间 受到这么高的宠刺 历时一片 嘖嘖 撑献之声 红石 红皱 两兄弟在楼外 里头的话 听得清清楚楚 红皱还小 倒也无所谓 红石已是变了脸色 眼见李德权出来 小心翼翼 用刀方方正正 切了一块做肉 用皇陵拂面 盖着端了进去 红石咬着牙笑道 宝汉不知恶汉机 没人赏 县城吃不完的肉 咱们吃 便端了一盘 用手撕着 大嚼起来 因见侍卫索轮 用海碗 端着一块肘子过来 红石笑道 哎呀 这没盐没降的肉 肥腻腻的 也亏了你们侍卫 每日家狼吞虎咽 竟吃得下 索轮笑道 奴才有奴才的办法 三爷 把这纸泡在碗里 再尝尝看 说着 从怀里取出两张 桑皮纸 红石吃了两口 已觉发腻了 诧异地接过那纸 学着索轮的样子 泡在肉汤里 那纸都是用盐 酱和各种调料 浸透晒干了的 烧停腻食 再尝那肉汤 便觉咸淡适口 鲜美一尝 红石饿极了的人 顿石便吃得保障 红柱 却没哥哥大胆 站在一旁 锅锅地咽口水 不料刚刚吃饱 高无庸 端出两大盘 黄焖肥鹅 都有金血来住 也用黄铃盖着 宣指道 二位爷 这是万岁赏你们的 喳 两兄弟 叩头接纸 一人接过一盘 君有刺 臣不敢辞 这是必须吃完的 红柱 是激火中烧 自然欢喜 红石已是满肚子 保障欲死 打着格 望着那只肥鹅 恨不得一脚踢飞了那盘子 这一餐端午宴席 直到未出食牌方赛 雍正也别无赏赐 每个羽燕官员 一数清爱 一瓶熊黄酒 只留莫林 多少便宜了些 外加了一方清玉镇纸 和一把香妃竹扇 他兴冲冲 满面红光出来 恰遇曹文质 在龙宗门外 和王文韶说话 曹文质见他出来 远远便笑道 真真便宜你 我画这幅中奎图 费了多少精神 你轻轻瞧瞧三首诗 就夺了功劳去 王文韶却道 还是你占了 刘年兄便宜 单凭一幅中奎图 怎么能存进 黄史城的金奎里呢 刘莫林嬉笑 就是这话 还是文韶公道 我还没恭喜你呢 年兄嫂 尽封光华夫人 难道你不该请客吗 王文韶插一道 是吗 怎么没见圣旨啊 也没这个先例啊 状元公太老实了 忘了万岁爷 赐张中堂的迎联了 曹文质和王文韶 这才想起来 不觉相视大笑 一时却见隐济善 陪着三辈子红石过来 三个人便止了笑 上前给红石请安 王文韶见红石 气色很不好 便说 三爷 早起一见三爷还好 这回子 看去脸色有些发黄 敢怕是着了石器 纪山呢 你同一道 没给三爷瞧瞧 红石吃了做肉 又吃肥鹅 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黄着脸勉强笑道 不想敢 方才纪山瞧过了 胃气有些不适 回去歇歇就好了 尹纪山 肚里暗叫 却不敢说破 阴说 咱们送三爷出去吧 红石舔着肚子 忍着疼 和三个顶甲进士 一步一蹭 铺了西花门 临上轿前 尹纪山向红石 耳语了几句 便退了回来 刘墨林问道 你这个人鬼鬼祟祟的 这叫怎么回事 尹纪山 扶掌而笑 说给你们不许外传 昔日 孔子过晨菜 饿得要死 今日三爷 赴玉宴 饱得要死 他纯是撑出来的病 我叫他呀 上轿用手 抠一下嗓子 吐出来万事大吉 王留二人 这才知道原委 都不禁破言一笑 尹纪山笑道 哈哈哈哈 阿哥爷们的事 咱们休管 告诉你们一句话 皇上罪艳科甲习气 不喜欢进士们 有事没事往一处凑 第一经 接了力不票逆 明日启程去金陵 年兄在京 也当心些 皇上耳目厉害 雍正耳目灵通 大家都领教了 演技善 话音不高 语气却很重 三个人都禁住了 王文勺说的 年兄要到金陵 办什么差呀 奉旨抄家 礼位有秘折 随赫德 抄曹银家产 私自掩溢 亲吞黄金 四百两 我这去 抄尹赫德的家 三个人本来高高庆庆 不知怎 心头都是一尘 曹银家 自太祖时 就归了清 赫赫扬扬 已是近百年的 沾英望族 辉控国库 七十万两白银 也都为圣祖六四南巡 四次住在曹银家 为接待先帝用了的 说声抄 呼了巴的 就穷得精光 随赫德查抄曹家 才几个月 如今又轮到 他自己被抄 幻海风涛 如此险恶 谁能不触目惊心呢 三个人正暗自揭押 见龙科多 摆着四方步出来 点头一会议 便要各自上轿 龙科多却招手道 刘沫林 万岁召你进去 在养心殿小书房 和你下棋 快点的进去 是 刘沫林 攻身速力答应一声 忙快步进去 龙科多 是奉旨 去廉亲王府传旨的 本来应该 从东华门出去 但他的轿 停在西华门外 还捎带着 传命刘沫林 进去试驾 既然碰到了刘沫林 也就省了事了 静打轿向南 有武门 学东智门 出老齐化门 朝阳门外 运河 马头北 一带粉墙中 老树婆娑 墙头 流花似火 墙下 墙微离结 内中 便是 威额壮观的 巴王府了 龙科多的 绿泥大官叫 在罩壁前一落 连金王府 撕昏长随 便赶上来 见是龙科多 哈腰出校 又听是来传旨 只打了个枪 便飞也似的 跑了进去 徐宇 便听 炮响三声 朱鸿 香同钉 带着 斗大 俯首 闲环的 中门 压压而开 连金王 隐寺 头戴 枝玉草 东株朝官 脚灯 坟底 冲泥造靴 身穿 骗金 袁绣纹 九蟒蟒袍 外照 十青 四爪 正蟒 团袜 补服 带着一群 长使 府立 礼贴士 和太监 直营出来 将龙科多 让进 王府正门 香案 是早已摆好了的 待龙科多 难免立定 隐寺 便行 三贵 九寇 大礼 臣 隐寺 公寇 万岁金安 皆圣狱 圣公安 龙科多 挑了一眼隐寺 一脸 装净之容 徐徐说道 廉亲王隐寺 财食 宠夺 勤劳 王室 徐劳 无弊 韩南 着急 加封 总理 王大臣 尚师 双亲王丰 仍在上书房 与允祥 掌理国事 左府镇宫 亲此 谢恩 允四 伸伸扣下头去 王爷 恭喜您了 龙科多宣完旨 满面堆笑 双手 双手 掺起了 允四 甩马蹄袖 便要打签 允四 急忙扶住 哎呀 舅舅 这万万使不得 西花亭设宴 舅舅请 龙科多 却深知 巴王府 艳无好艳 是是非之地 想起上次 与九阿哥的那场 惊心动魄的谈话 更不愿在此久留 王辞道 王爷 万岁爷今儿 还要去畅春园 我的从家 去迟了布宫 王爷的后勤 改日再领布驰 得了吧 允堂 从屏风后闪了出来 摇着一把泥巾 檀香木扇 慢悠悠地躲着 似笑非笑地说道 舅舅 别以为皇上的耳朵 就那么长 皇上那一套 只好吓唬 王文韶这样的书呆子 巴王府 数十年经营 上上下下几百口子人 都是巴爷的 家生子奴才 过了粗锣 过细锣 筛过了不知多少遍了 和你说几句 提几话 打什么关锦 哎 我们叫你谋反了吗 允四 却爽朗的一笑 哈哈哈哈 舅舅 老九那张嘴啊 你还不晓得吗 刀子嘴豆腐心 皇上今儿 到畅春园 是去见房先生 张廷玉和马齐 从家 还有礼部的人 老王善不成了 上了一折 他们要去看看 山东亏空 二百万银子 要派保亲王 去催呢 江南 浙江 江西三省 亏空七百万 要和方包商量着 派钦差大臣去催 根本没有你这个领事位内大臣的事 不过 舅舅 我也知道 我是是非之人 我这地方呢 是是非之地 并不敢一定叛逆 一处谈谈 也为你好 若一定不肯呢 生儿 也是不敢勉强的 允四不紧不慢 从容不迫 侃侃言来 句句温馨可人 毫不见马弩张 但字字 都带着骨头 免礼藏针 而且 对雍正的行指 一举一动 了如指掌 想到这地步 真让人摸不透 他手下 到底有多大一个密探网 为他效命 龙科多听着 大热天 竟无端打了个寒气 想着 笑道 我也是怕皇上 一时寻我有事 不在跟前 怕失礼 八王爷既这么说 我就溃灵了 至于别的心思 我是没有的 王爷 原就是亲王 如今 又加恩 总理王大臣 天子嫁前 第一人 也正该喝一喝 千岁 走 走 这里不是说话处 花厅里去 龙科多满腹狐疑 随着陨寺和陨堂 步出王府正殿 从月洞门 进西花园 穿过一带 月季花藤 秘密编起的花廊 里边 豁然开朗 一片绿阴阴的空场 碧波荡漾的海子边 柳丝浮风 黄梨明转 一座歇山市 压水三营小店 处在岸边 与湖光树影 相应生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